2018年简直成了明星的灾难,明星简直是家堆分手让网友触不及防,明明前几天还很安安的杨自秦俊杰突然宣布分手,毫无缘由。 这已经是大家熟知第四的明星了,前面有妮妮静博然,欧豪马思纯,看清紫季凌晨,而且毫无例外都是和平分手,这简直让网友都闹闹了,今年难道明星是一分手? 而且这都敢在七月和八月,当中到底有什么猫腻吗?知情人爆料其实这都是崔老师闹的,为何这么说呢? 特别是最近的明星所得税率,从6%,提高,到42%,原来是这世闹的,和约情旅基本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,因为这些单红小生和小花,两人在一起的热度可不简单,都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了,明星热度会直线上升。 这也就不奇怪,有时候一部作品,一个综艺两个人突然假戏真做了,其实具体的内情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简单,但是,现在的因为崔老师的事情,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了,到时候如果被查到合约情旅的合同,什么的那就太不好看。 所以,为了避免这类事情发生,还是自己主动爆发分手的好。 另一方面,如果明星的伴侣有什么税务问题,不是也牵连到自己了? 当然还有一方面是假分手,也是为了规避这个问题,对此小伙们怎么看呢? 猜哪些是假情侣,哪些是假分手,还会有哪些明星会宣告分手呢?